大家好,你們喜不喜歡吃粉絲和豆腐嗎? 還有燒菜,今天煮的是沙茶粉絲豆腐生蠔煲 在煲中煮,一煲完成,用沙茶醬配搭份外野味 這裡有一桶16盎司的桶裝生蠔,可以跟你的習慣清洗 如果你不知道怎樣清洗,我有影片分享過 在右上角可以連結,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清洗乾淨後,我們需要派一塊薑和一湯匙的酒,將它飛一飛水 加了薑後,蓋上蓋子,將水滾起 水滾起後,就可以加酒和生蠔,不要搓太久,30秒後就要撈起了 撈起後,用篩拿乾水分 現在要做薑汁酒來醃生蠔,辟一下腥味 生蠔拿乾水分後,我們要用剛才做好的薑汁酒 沙茶醬,老抽,醃一醃 加一些糖,和一湯匙的紹興酒,攪拌均勻 現在還要混合醬汁,沙茶醬,蠔油,老抽,加一些糖 和一湯匙的紹興酒,攪拌均勻 在這棵紹興酒,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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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均勻 這裡有一盒硬豆腐 你用滑豆腐,什麼豆腐都可以 把它切開你喜歡的大小 再準備兩瓣蒜頭和一些薑,蒜頭把它切片 這裡有兩扎粉絲,我們用水浸一分鐘 浸一分鐘就好了 一分鐘後就要撈起了,不要浸得太軟 不然煮的時候很容易溶掉 現在開始煮了,我們加些油和薑 用中火,慢慢將鍋燒熱 燒到薑有腥氣就可以加蒜片 將蒜片輕輕地爆一爆 然後就可以加上混合醬 將混合醬攪拌均勻一下 也是輕輕地爆一爆 小心點,不要乾淨 我們現在要加些菜糰 加了菜糰之後把它拌均勻一下 還有些菜葉,不需要太早加進去 現在我們在鍋裡加點熱水 不要太少水,水的份量大約到菜的一半 蓋上蓋子,轉到中大火煮滾的湯汁 煮滾的湯汁之後,我們再煮多一分鐘 就可以蓋開蓋子 我們再加些菜葉,然後再加些豆腐 再加些豆腐下去 鍋子好像很逼夾 不要緊的,一會兒煮一下 它就會變軟了 現在就可以蓋開蓋子 蓋開蓋子,還是把它煮滾 煮滾後再煮多一分鐘 我還要加粉絲,如果沒什麼位置 就把菜撥在一邊,留一個洞 加些粉絲下去 粉絲吸水,湯汁要夠,不夠要加熱水 然後再加些生蠔,把生蠔鋪平 蓋開蓋子後,就把湯汁煮滾 生蠔通常都不會煮很久 一至兩分鐘,不然就會煮到滷了 但是你不習慣吃緊緊熟的生蠔 可以煮到兩至四分鐘 煮這個生蠔煲很容易 粉絲和豆腐吸收湯汁 可以嘗一下味道,看看需不需要加鹽 用沙茶醬煮這個生蠔煲 份外夜味 說到這裡,時間又差不多 歡迎訂閱、分享和點讚 我們下一集再見 還有一集再見 福底